因为我们这边黑天比较早 大概就是四五点钟就黑天了 当时他在的是那个物业的一个保安室门口 然后有两个医护人员在就是门口的里面 然后做核酸两人在外面登记 但是外面没有照明灯 有一个居民就是给医护人员拿了一个头戴式的那个灯 我在群里边看到发的小视频 我就下去了 然后我去我的店里面取的我的摄影灯 拿过来给他们指上 他们开始没什么反应 他们以为我是物业的 就认为很正常 有一个网格员认识我 然后他说这是我的居民 然后后来等我们晚上去取灯的时候 有点多吧 他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 我说没事 这个就是小事 就是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